米奇米尼在城堡前大跳熱舞 擄獲大人小孩的心 但現在要去日本迪士尼朝市 荷包可要失血了 若翰4月14日的低點 0.2789元比一比 現在兌換台幣5萬元 就足足差了約1萬日元 等於少換一張迪士尼門票 台英3日日元現鈔排告賣出價 早盤就破了0.295元大關 最高來到0.2954元 收盤來到0.2945元 創近兩年半新高 目前因為川普向各國宣戰了 到處亂打貿易戰 造成全球資金的一個恐慌 所以哪裡安全就往哪裡去 所以像美元相對比較強勢 然後黃金也開始成為一個避險標的 當然日元也是一個避險資金的方向 哈越族哀嚎說已哭暈在廁所 早知道就梭哈全患 還有人問該不會一路漲到年底吧 但專家這樣說 日元最近也是持續的上漲 但是從台股這幾天看起來有直穩的狀況下 感覺這恐慌已經到一個斷落了 所以日元個人認為可能是相對一個高點了 等到月底兩邊中美又出現一個和平談判的時候 那時候再來進場買黃金或日元或美元 才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點 另外黃金同樣也升溫 亞洲黃金現今三日盤中漲0.49% 爆每盎司1311.79美元 創於兩個月來新高 後期的話就是要看說 尤其是美國跟墨西哥這邊的關稅是不是有加劇 有可能會跑到1342 中美貿易戰持續延燒 推升避險需求也連帶讓金價再走揚 留言財經新聞 劉宜宇軒高吉堯 台北報導